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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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从忙忙碌碌开始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 借春花起床的时候 天还没有亮 就在要起身出屋的时候 院子外面的羊圈里 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羊圈里的一百四十只羊 是全家一年的指望 丈夫董古琴每天都会两次到山坡上去放羊 吃饱喝足后 再赶羊进圈 仗老得很仔细 这天早上 羊干的叫声有点特别 像是羊叫又像是狗叫 说不清是哪儿 就是不太对劲 这奇怪的叫声 在山区寂静的早晨 显得特别像 岳春花决定去羊圈看个究竟 走出自家的小院 四周还是漆黑一片 岳春花仔细地扫拾的四周 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可是当来到不远处的羊圈时 眼前一幕让她惊得了 我拿着菜货放到烧火了 我说出去前面羊羊叫 我回头问男人接着 我回头问男人接着 我回头问男人 我一看那羊羊两头上座上座 我都看着男人 那肯定不动啊 肯定要我思维 羊羊一只落一只 竟然堆起了一人多高 这是平日里从来没有过的情景 想必是死了才可能这个样子 岳春花是又急又怕 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作 等她回过神来 想回去海人 蒙了一个黑影 又在眼睛一闪 东西山村位于河南省天台山的西北部 是一个古老的村庄 全村八十一户 三百一十人 村子不大 但是居住并不密集 而是随山就市 分散居住 近年来 这里的人们生活来源 主要以打工为主 养之牛羊 成为辅业 像岳春花家 养一百四十只羊 这样的规模 在全村 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越春花一下子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黑暗中一个模糊的身影 窜出阳间 五十几只羊羔莫名其妙的东京而死 这消息一下子在全村传开了 而且越传越离奇 接到群众报警 几元市林业局 太行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迅速出发赶往现场 去的路上 我就给羊羊户打个电话 我就说 你把那个羊死在羊 死了五十六只太多了 然后就是说 你把羊拉出来到外边 因为圈子里面温度高 羊肉容易换 容易变质 所以在路上就叫他们把羊给拿出来外边 一个是便于这么清点数量 第二个便于就是清点数量之后 然后抓紧把死羊给处理掉 由于经常会进山考察 太行山自然保护区 几元管理局副局长李中央和山区村民 平时就非常熟悉 走到羊俊门口 比中央也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干了 白花花的死羊躺满一地 剩下的不到一百只 在羊这里速速发抖 到现场以后 现场非常残忍 羊的死亡的数量也太多 就是从来跑过去 没有发出过这么大的伤亡羊的事件 这次例外 什么事件发生的时候 工作人员立即清点死羊数量 并保护现场 寻找作案者遗留下的蛛丝马迹 经过对现场死亡羊枝的仔细鉴别 工作人员发现 死亡的五十六只羊 其中一只有明显的伤口 而其他五十五只 并没有明显外伤 由此可以推断出 除了一只是被咬死 其余五十五只羊 是在受到惊吓 仓皇逃跑时 紧压踩踩而死 羊踩着羊 羊踩着羊 把对起来 而被咬死的羊羔 伤口未紧步 征手下口精准 直接索密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咬死了一只 死了五十五只 应该感觉跟往年不一样 往年上如果就是说 他要咬死两只三十四只 就咬死了 然后一吃把羊给带走 或者吃了半个羊就走了 但这个主要发生在羊圈里面 这个其他羊就是惊慌失措 说明这个动物的太别的大 羊都吓晕了 都一个一个一个叠起来就落起来 就是才踏死的道理 董虎群家处于东西山村西北一块平坦的山坡 对面就是王屋山 羊圈在董家小院的西南 也就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羊圈向西就是湾园上山的峭壁 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平方米大小的羊圈 其中羊圈占了一半 羊圈高二点五米左右 为了便于羊圈内的空气流通 羊圈房顶和墙地之间流出了五十公分的空气 羊圈东北两边的墙上各有一扇木窗 而当时月春花看到窜出黑色身影的 正是朝东的这扇窗户 续西那里中央 在这扇窗户的木缝里发现了新的线索 这里还留下一件毛发是什么的 脚印 毛发 伤口 究竟是谁震慑那晚下的 便宜开花 顺红摸花 范围逐渐缩小 进行收看科技时光继续为您播出的 谁是凶手 让老董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 这五十六只羊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 你要说它是被野兽咬死的 总该喉咙上或者肚子上有被抛开过的痕迹 结果没有 后来仔细一调查发现什么 发现这五十六只羊完全是遭遇到了一个让他们觉得特别害怕的东西 然后就纷纷的想找地方逃出去 或者说大家伙全挤在一块了 于是发生了踩踏事故 这五十六只羊纯粹是被自己吓死的 而且不仅羊出了问题 为了看好这一百多只羊 老董是买了五只牧羊犬 要说牧羊犬什么东西能打过它 很少能够有野兽真正对付五只牧羊犬的 可偏巧这五只牧羊犬就在那天晚上之后 好几天都不敢吃东西 尾巴都是夹着的 一看牧羊犬也被吓坏了 这一下老董更着慌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晚上跑到他家羊圈里来的 太行山弥猴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南省 锦园市 沁阳市 修武县 归县市 四县市境内 总面积为五万六千六百公顷 保护区是由河南省政府1982年批建的锦园保护区 和1991年批建的沁阳松林保护区合并而成 区内有丰富的冻植物资源 区域内的猕猴是亚洲分布的最北界 是华北地区唯一残留的林长雷动物 董虎群家就位于太行山猕猴自然保护区的河南省区 董虎群平日里放羊 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群的猕猴在不远处向他张望 而事发当天李中央勘察现场时 在黑影窜出的窗户上有了意外的发现 挂在窗户上的这一小撮毛发呈淡黄色 约三米米长 毛质坚硬而富有光泽 那么在太行山区活跃的野生动物 有哪些长有这样的毛发呢 最常见的要算是猕猴 猕猴是太行山猕猴自然保护区常见的一种猴类 体长51到63厘米 尾长20到32厘米 体重4到12千克左右 猕猴头部呈棕色 背上部棕灰或棕黄色 下部呈黄或呈红色 负面淡灰黄色 猕猴一般三十到五十只围裙 大群可达两百只左右 历时稀稀游玩 都喜欢群体出动 李中央手里的这一缕黄色毛发 看起来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漫山遍野 古怪精灵的猕猴 这大祸会是他们闯下的吗 古龙口猕猴区 距东虎群所在的东西山村三十公里 有猕猴九大群 大约三千多只 太行山区气候寒冷 山风陡峭 这里的猕猴群体大 个体壮 毛长微短 善于攀岩 行动俊美 模仿近强 是猕猴中最进化的一种 匡山奥从1987年起 在五龙口与猕猴生活在一起 到现在已经有27年时间了 与太行猕猴有着深厚的感情 同时深爱猕猴的特性 这些猴在过去 没有成立保护器之前 它们都是无纪律的 到处乱跑 破坏庄稼 回坏山林 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 这山里边住的有山民 但是山民家里边 不是拿那个都是偷这个 有投鸡蛋的 有包南瓜的 什么坏事都干 太行猕猴中年栖息于 真阔叶混胶林灌木林 及悬崖峭别之间 通常情况下 猕猴以树叶 嫩芝野菜为食 也是小鸟鸟蛋 各种昆虫 甚至蚯蚓蚂蚁 在冬季寒冷的太行山区 食物稀少 有组织有继续的猴群 会不会在猴王的带领下 袭击羊群呢 咱们猴和其他的大型动物 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情况下 它不袭击咱们人类的牲畜 包括在野外 它也不袭击其他比它大的 或者比它小的动物 其实有时一件 它在山上挑鸡导弹的时间 吃点鸟蛋 马车或者各种鸟 饭店大有时间会吃这个 一般的情况下 它不会进农户当中 去伤害农户猪啊 羊啊 鸡啊 等等一些动物 单凭现场留下的毛发 不能判定凌晨时分进入羊圈 并且在月春花眼前 一月而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根据董虎群的回忆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 事情发生时 除了羊圈也发出了奇怪声响 董虎群白天用来看家护院 晚上看守羊圈的五条木羊圈 竟然被吓干了 三天没有吃东西 三只惊慌失措跑出羊圈的羊羔 后来被董虎群在山坡上发泄时 还直愣愣地一直站在那里 任凭董虎群怎么驱赶 都不敢再回羊圈 我叫我就是说 严厉是看样的 白天是给你看家人 家人就是 现在要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要的 就跟我一下 你三天都不吃 要是五十六这样 怕下山这样 一定是先锋了 你一天都不吃 到底是什么样的猛兽 震慑住了五条木羊圈 给董虎群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呢 沿着羊圈周围的小路 李中央细细观察 羊圈北号天台山 西北边就是天台山 湾源上山的峭壁 就在通往峭壁的这段土路上 李中央发现了一个 明显的印记 两个是吧 要不是前腿 要不是后腿 从这个来看 应该像打成动物的鸡 一般那个动物的鸡 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长 没有这么快 也没有这么深 脚印 毛发 伤口 究竟是谁震慑了那碗山里 甜蜜抬茶 顺藤摸花 范围逐渐缩小 进行收看科技之光继续为您播出的 谁是凶手 东虎群一家已养羊谋生 2013年初买了144只羊 一年过去了 本打算养个标肥体壮 卖个好价钱 谁料想到一夜之间损失惨重 这在当地 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听到工作人员汇报 网坞山区发现 大型野生动物 伤羊事件之后 我们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 我们保护区 频繁发现这种 大型野生动物的出没 说明我们网坞山区的生态环境 在逐步得到改善 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 在得到逐步的增加 我们自然保护区 是以猕猴为主的 自然保护区 主要的野生动物 有青羊 鳞舍 猕猴 等等 优的是 这次一次性来 给农户造成这么大损失 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太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历史悠久 人类活动最频繁的中原大地 所处的南自航山平原 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北平章河与河北省 毗邻 西一太航与山西省接壤 是中国第二三阶梯过渡的地带 并是基本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 由山地 秋陵 山间盘地 和平原构成 保护区内 山市陡峻 沟山牙膏 生物资源丰富 区系成分复杂 具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 森林覆盖率达到70% 大多为天然次生林 为我国暖温带生物多样性 优先保护的区域之一 初步调查统计 区内有维管树植物166棵 704树 1836种 毕日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莲香树 山白树 太行花 岭春木等14种 脊椎动物近300种 其中哺乳类40多种 鸟类167种 两栖类8种 爬行类19种 毕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有金田茂 金雕 黑鹤 白鹤等30余种 历史上 太行山区曾多次有老虎出现的传说 在20世纪70年代 与太行山脉隔黄河相望的 浮牛山密林深处 曾经被发现有两只被猎杀的老虎尸体 最近几年 太行山脉鲜有老虎出没的传闻 可是这次几元保护局里中央在现场发现的脚印 实在是太容易让人产生遐想了 长9厘米 宽8厘米 说明脚印足够大 身2厘米 说明身体足够重 脚印前部并排着四个比缠斗稍大的土人形印记 后面连着一个核桃大小的圆形印记 与老虎脚印极为相似 20世纪80年代 砍伐树木猎捕野生动物的现象非常严重 很多原本森林里常见的动物都销声匿迹 但自1998年 太行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 莲木成林 杰林成森 这里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通过国家的天然林保护工程 退更环林工程 结合我们全市每年开展的三加一造林路化工程 进一步加快生态环境的恢复力度 生态植被的恢复力度 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许多珍惜的野生动植物 重新选择在保护区生活下来 河南省最大最古老的南方红豆山 就生长在几元林山深处 林业专家鉴定 它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绝对的恢复使得近年来 金田豹 狼 青羊 太行 猕猴 林社等 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阵物 重新又活跃在深山老林中了 董虎群家处于保护区的核心区 沿起着传统的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 一屋 一院 一座山 一群羊 本想着山区环境好了 羊羔吃草的地方多了 可以喂得更肥烂 今年还能够有个好收成 可是平静的生活 一夜之间全被改写了 董虎群欲哭无泪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划定自然保护区的目的 就是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人不要过多干扰野生动物 他们自然的生活 对于老董而言 这次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一共144只羊 56只莫名死亡 还有几只干脆找不着了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你说再去找点钱 再养上一大群羊 不是不可以 问题就在于 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干了这样一件事 如果说等你把羊养壮了 它再来了 该怎么办呢 另外 这个东西会不会伤害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呢 老董一想就觉得非常的可怕 那么说到底 我们这期的题目就叫做凶手是谁 凶手是谁呢 是一只什么样的大型猛兽呢 欢迎大家明天 接着收到